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爱护发展中心 位于新北市淡水区沙伦北海社福大楼 当中有许多的身心障碍住民 每年过年前基金会都会举办围炉的活动 而在日前淡信基金会与林口狮子会 以及安柜狮子会就特别来到社福大楼 送出夹菜金以及红包 要祝福中心里的住民们 都可以有更好更温暖的年节假期 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爱护发展中心 位于新北市淡水区沙伦北海社福大楼 当中照顾许多身心障碍的住民 而每年过年基金会都会举办围炉活动 而日前淡信慈善基金会特别来到社福大楼 送出夹菜金以及红包 要祝福中心里的住民 都可以有更好更温暖的年节度过 做了艾围炉的活动已经进入第四年的时间 那每一年都与我们的住民来互动 希望能够让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 让他们体会到这个社会的满满的爱心 也希望透过艾围炉的活动 让他们能够体会到这个满满的这个年味 也希望说我们也能够让更多的社会的团体 能够一起加入关心这个关怀的活动 淡信慈善基金会表示 过去连续四年都与伊甸基金会来合作进行爱心围炉的活动 而今年也不例外 就是希望来关心这里的身心障碍住民 而今年难得可以与许多身心障碍轻送红包 将祝福透过每一双手把爱传递给大家 那我这次也是我们老祖会第一次参与 这个伊甸基金会的爱围炉的活动 那希望以后可以每一年都来参与 跟淡信慈善基金会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慈善活动 谢谢我们淡信这样子每一年的愿意赞助跟支持我们 像我们这边所照顾的服务对象其实是新北市的市民 那本身低收入户可能是没有家人 可能过去是游民 可能过去是没有得到社会的温暖 那藉由每一年的一个围炉的活动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服务对象 我们的住民能够身体健康 也能让他可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我们更期待社会有更多的爱心跟关怀 让我们的服务对象可以获得更好的更多的关心照顾 伊甸基金会表示非常感谢淡信慈善基金会 这么用心连续关怀这里的住民 也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的帮助 让身心障碍者可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透过基金会的加菜金 给这里行动不便的住民们 每个人都可以吃得相当满足 而这样的社会爱心除了带给住民温饱之外 在心情上对于他们来说 更能够给予鼓励与关怀 记者许多艺淡水采访报道 新年快乐 这都可以帮助 然后我们一定要保护